内地影一场的不少景点都出现乱象 其中河南登峰的少林寺景区 更加有大人带着小朋友扒竹 并且在上面挡秋千 搞到竹断了 又有好运讲一下 在河南登峰的少林寺景区 只内一片竹林追到摧残 几十个大人带着小朋友在竹林里扒竹 有游客还吊在上面挡秋千 导致一些竹扭断了 竹林当中上百人刻低了 某某某刀刺一游 某某与某某1314等自职 来来拍一个拍一个 而在安徽宿州的黄壮御景区 有两个男人就爬玻璃盏桥房护栏杆 周围游客立刻劝了 事发之后 已经将他们驱逐出景区 而景区也承诺作出改进措施 他们已经遇上他们错了 确实是不该这样做 生命是第一位的 我们加强了这个桥边的领染管控 有线电视记者由浩雲报道